两手合掌 两脚用力平行力 用力踩一两三下 那么我们合掌当胸 继续做我们的观想 首先 理上的观想 观想 不是理体 是道理 理有两个理 理理就比较深 比较哲学行而上 那我们的道理的话 就是念佛的道理 求生极乐 为什么那么的迫切呢 因为我们累劫以来 其实是同受类似的生死 累劫累劫每一次 每一次每一次做的 大概都是 感情的理想的 责任的 其实 你怎么会有责任的 就是因为有感情 你怎么会有感情呢 因为我责 那我责呢 那就是久远无边的习气 习气造成我责 我责就有情感 情感就行情争责任 我们的第一次情感就是投胎 投胎是我的爹娘 这就是责任 那拿到哪来去 你都没办法 你都没办法超越 何以故 因为你受恩于人嘛 是这样 为什么说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就莲花化身 就是有一个意念所拖 这样就可以 不是一个贪爱所系 这两个不一样 意念所拖 就是拖在莲花 就是莲花脱胎 那么呢 贪爱所系 就是有男女 那有男女才会有妇女 那接着呢 你自己也有男女 那就是夫妻 接着呢 你又再次有男女 那就是儿女 那就这样子呢 这个手尾相咬 如回不止 就这样而已 那哪一世不是这样呢 那人类呢 就歌颂 哎呀 鸟儿也有情啊 那个什么呢 赌羊啊 贵乳之恩啊 什么贵乳之恩啊 他不贵的 他吃得到羊奶啊 那就是这样子啊 他就人在那边 人在这边 找不到孝顺的儿子 拿羊开刀 这根本就是 哎 实在是 无非就是贪爱 你就把它讲得美美的这样子 不过当然了 恩义还是有的 啊 朋友 兄弟 父母 当然都是有恩 那问题是恩 怎么来呢 那就还是爱染而来啊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情爱之恩 只有法恩 法情 啊 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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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难不成 你要回入娑婆的时候 老婆爷他 两肋 老泪 双垂 啊 儿啊 你要去娑婆世界了 好辛苦 好危险啊 爹我阿弥陀佛啊 很放不下 会这样吗 会这样吗 啊 会这样吗 他们不会这样啊 那你说阿弥陀佛没情没意吗 啊 所以说嘛 人类这些情爱 情感啊 好感人啊 罗密欧朱丽叶啊 什么 什么牛郎之女啊 每年七夕见一次面啊 好感人啊 说穿的就是糊涂蛋 无非就是在蒙蔽自己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 人间 人间就是这样 叫做美嘛 叫做好嘛 啊 叫做这个 啊 叫做这个 你要不要翻译给你老公听啊 这是法国人 是不是应该听听这个 啊 啊 是不是 就 这些情爱啊 好美啊 好感人啊 哦 人生如此 福福何求 同格坏掉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真章无名的 轮回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这是人间颠倒像 当然我们 我们也是人间的人 我们不去嘲笑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去看清 别人在这个恩爱当中啊 我们去看清人家 我们当然也不会 可是呢 浮里浮渡的就歌颂了 就知道说啊 人就是有这些恩义嘛 第一天来投胎 一刹那 投胎那一刹那 就恩义就种下去了 那你每一次每一次都来投胎嘛 那你每一次每一次就熏习同样的种啊 那这样就弄成你觉得你应该这样 这样了解意思吗 这个就是被自己蒙蔽 也被周围的人蒙蔽了 因为周围的人每个人都这样过日子啊 你不这样做你就变成没道德 你没情没意 没辣散 没情没意 没眼泪 你跑去出家 你爹娘多疼你啊 你怎么跑去出家啊 你要是真的有爱的话 为什么不爱你爹娘啊 为什么跑去出家啊 你讲这种话 那最糟的是佛弟子还傻傻的 他对我 他对我 他跑来问我就怎么办 你这个好气不好气 这一开始就是他啊 你世俗人不懂嘛 你就别跟他争 但你不能迷惑呀 可是呢还是迷惑嘛 那就我就把它说开了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无量融合 就这样在融合 拿什么新鲜事 年级现实 所以诸位这样了解的话呢 我们就怎样 足了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不能说我们下一次 我们到极乐世界 什么事别干 没有啊 我们还是无知无明啊 所以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 去那里学佛啊 听经文法 可是未必是要到那里去 如果再来个爹娘 那你将来回路说佛的时候 你爹你娘在极乐世界 不就是不让你去吗 父母再不远游 他把你挡住 你怎么回路说佛呀 所以一定极乐世界的莲花化成 那再来呢 极乐世界一定没有男女像 因为不需要父母行淫 来生我们呢 那干嘛有男女像呢 所以在那里就专心一致的 用功修行 听经文法物无生人 那这样子叫做无情吗 这也不是无情 你要知道人间的有情 其实是私情 世尊佛法中的有情 只是法情 是慈悲之情 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 众生啊 滔滔众生 在那颠倒啊 贪爱于吃啊 轮回啊 其实他正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度化的对象 所以我还得感谢他呢 我们没有他们对照的话 我们就无法自己呢 警测自己 并且去度化他 对吧 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能对世间啊 产生仇恨 仇恨是不至于啊 产生对立 产生了厌恼 产生了看不起看清 不可以的 我们都是跟他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今天有因人听懂佛法 那我们去怎么样 用佛法来感动自己 也改造他们 不是改造 就导引人家 提醒大众 能够懂得修行 也就是有他们的 继续做这样子 我们曾经做过的轮回的事 我们才有事做啊 我们才能够发菩提心度众生啊 所以他是我们的客户 你懂吗 天下没有不是的客户 以客为尊 那所以说你就是怎样啊 要对我们这些众生啊 这个沙伯世界的众生啊 现在选举要到了啊 蓝绿又开始在紧绷了啊 有人已经开始消失在万佛寺了 他已经在他已经在筹措选举事宜了啊 有这种人啊 那这人呢 你要告诉他 一切政治人物都应该当做菩萨祥 他在干什么坏事啊 两岸领导人怎样 小问题 就像小孩子玩弹珠在吵架一样 其实没什么大意义 那我们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累结百千万年修行不止 解脱众生至他久过 这才是大事业啊 想到这样 是不是要往生极乐啊 对嘛 这样就是有了往生极乐的极大的动机嘛 对生活世界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投影在那里 是有点幼稚 但不能看清他 果然还是有点幼稚 他就在无名当中 就在那里玩耍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三界火宅亡火自焚嘛 那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要处理 不必厌礼干 我们要处理 带着什么呢 带着慈悲 远离他 赶快修行 魁路索佛度有情 好吧 这样懂得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感恩佛菩萨 那么呢 发愿了真心的追增长智慧 忏悔业障 求我临终无有障碍 所以我们要用六层来供养 昨天呢 想讲一遍啊 这个心中产生心香 心中有心云 心云产生 心炉 心炉中 点上心香 心香很漂亮 那个炉呢 就是观想我们那个万婆讲世 这个天台中万婆讲世这个炉子的样子 大象的脚 行十方 那么呢 这个 这个 狮子的耳 那么呢 这个 做狮猴 宣扬佛法 那么呢 那铜环是在鼻子上的 驯伏的意思 那么呢 像呢 前面有莲花 带着什么呢 意味着清静 鱼众生中啊 这个 出于你而不染 所以 像笛带莲花 像脚落地 不是像笛落地 像脚落地 才能够行十方 鲁身是骨 不是 鲁身是骨炉 是骨 是骨的样子 也就是 吉法骨 吹法罗 欲法语 那么 将骨呢 涂上的骨 能够呢 传于十方啊 将十方无边 轮回的苦度啊 都把它读尽 是这样 这就是骨哦 骨有弘扬 有震慑 有提振精神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这个香炉 这个香炉呢 好多好多 各种材质啊 变化无穷 那么呢 于虚空中点种种妙香 沾潭沉水 这个 这个西安啊 等 各种花果香 草木香等 药草香 温等 那么呢 点供养 阿弥陀佛 观音是自由 这个 乃至于十方 文殊普贤 十方 极乐世界的清净海中菩萨 不是供养的意义 我们还有呢 深香味处法还没供养 再慢慢讲 先用这个香的供养把它想清楚了 遍满虚空啊 虚空的 这个香烟鸟鸟啊 作为信使供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呢 观音菩萨 大自佛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虚空身 献这个虚空 万丈之身啊 啊呀欢喜 慰慰慰慰慰我们啊 让我们说 告诉我们 啊 啊 抚慰我们的头顶 加持我们的头顶 啊 告诉我们说 啊 临终的时候哦 我来接你们 接你到极乐世界哦 不是这样观想 清楚吗 已经合起来 啊 那现在表情张开 看 念观 这个 佛的圣像 谈仪 口称圣好 念念阿弥陀佛 求唱会 真智会 求 这一月献钱 那么 而 听大众佛号之声 提议秀 刚刚的共佛之乡 身 做功于大众 合合一致 做功敬之礼拜 意念呢 懺悔 求 求哀 懺悔 求生极乐 正念 献钱 完缘放下 信愿于己 六根五毒涩 可 且 愿相继 念 天 拜 难 有 想要 神 八语 这 大众 有 雷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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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